歡迎收看爆米花電影院 我是Sandy 吳珊如 看我這身裝扮 就知道今天有一個 非常重要的來賓 但是我們先歡迎 平常跟我們一起聊天 也是我們爆米花電影院 非常重量級的人 吸關姐 歡迎 我爆米花好酷 這個好玩... 但是今天我們兩個都不是主角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Angry Bird 歡迎Red 而且跳 真的假的 我要跳 轉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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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打呢 Radies 你反而好笑喔 他又有爆我的 Radies 轉一圈 真實在最混亂的開場之一 謝謝 好好玩喔 而且我第一次看不到吸關姐 在哪裡啊 歡迎Red 這一次的電影啊 上映了你有沒有很高興 你高興的時候都會拍翅膀 表示高興 高興 今天他來陪我們主持 但是因為他人家現在是大紅星 所以只能待一下下 所以先訪問一下你好了 如果你這次可以 票房衝破你心目中的目標 你會用什麼樣的方式 表達你的快樂 就這樣子嗎 喔 飛起來了 飛起來了 而且你的小尾巴跟那個動畫裡面 一模一樣 真的太可愛了 那請問如果只能選一邊 你覺得畫面上是有我比較好看 還是有吸關姐比較好看 你覺得我 怎麼這樣 謝謝你 謝謝Red 我覺得這個很好 他是你最喜歡的角色嗎 不要難過... 因為他電玩他才是小隻啊 不然我們... 就真的很難撞他 他今天要去趕場了 他是國際巨星 對 謝謝你 掰掰 掰掰 把工作人員全部都斷倒 快點 我們要送走了 非常非常高人氣的 憤怒鳥 Angry Bird裡面的超可愛Red 而且呢 其實這一次我們要講 我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聊 電影TalkTalk 單元呢 要聊的是 應該算送入你心坎的電影 有開心的 有可愛的 有感動的 所以當然啦 謝謝吸關姐今天來陪我們 不過第一個要講的當然就是 憤怒鳥 憤怒鳥玩電 不是憤怒 我最近講話都這樣 好奇怪喔 憤怒鳥玩電影 你看了感覺怎麼樣 其實我滿喜歡這個片子的 對 因為這個片子 它真的整個從籌備到開拍到 真正上映 它隔非常久的時間 是 就大概我們那個手機遊戲 開始夯的時候 它那個時候就已經宣布 它要拍了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下 隔非常久的時間 因為這個拍... 做憤怒鳥這家手機的遊戲公司 他們中間還面臨了財務問題 然後又裁員 然後這個計劃才這樣子 好像... 延宕非常久之後 才總算上映了 所以其實當時會覺得 這個片... 可能會不會有問題啊 可是直到我們自己 親自看了這個片之後 發現其實... 其實很好笑 對 而且呢 它竟然成功的成為 芬蘭史上最貴電影 這個... 滿合理的 很容易就成為 芬蘭史上最貴電影 對啊 可是因為它動畫 真的做得很精細 我這邊的資料很誇張耶 它光是預算 就已經八千萬美金了 然後再加上它其他 有一億美金的行銷宣傳費 你看有多誇張 我只能說還好這個片 是在芬蘭拍的 它這個片如果是在好萊塢拍的 它基本上它這個預算 光是動畫預算 應該是一億八千塊 但我覺得它很了不起的是說 因為它找到了 包括冰雪奇緣的製作 就裡面的動畫師 然後也找到了 像神通奶爸的製片 他們一起來做這部電影 所以其實在電影院裡面看的時候 是非常符合我們的手機遊戲的 對不對 超符合 我那時候來看的時候 我想說 到底這些小鳥 怎麼去發揮電玩裡面 這些設定的能力 就比如說我剛才講說 我喜歡那隻白公主好了 對... 因為它按了之後它會加住 你喜歡它的功能 對 因為以前... 可是因為一開始初階段的 手機遊戲的功能裡面設定 你只能玩憤怒鳥 就是Rate那一隻 對 那隻就是小小隻 那隻小小隻的 然後彈出去 又沒什麼力量 所以... 不好玩啊 所以... 就一直要練功啊 那時候... 你是真心的心裡在不好玩 那時候就一直練練練練到 其實最好玩是 玩到那隻會回力飆的那隻 對...黃色的那一隻 對 然後還有那個藍色會... 就會... 然後又變成三隻出去這樣 你真的很用心的玩家耶 所以其實玩家去看電影 會更有感覺 其實就算你不是玩家 你也可以把它純粹 當成是一個動畫來看啦 因為它真的角色設定上 我覺得是挺有意思的 而且... 它也不是一個劇本很空泛的作品 好啦 不過這部電影 到時候去電影院看的時候 其實就會像我們一樣 我們剛看到本尊了 也會有一種非常貼切的感覺 很貼切啊 很貼切的感覺 很熟悉的感覺 對... 對... 對...